现在我命名以为塔江军舰 陀江级后续舰艇今天在宜兰下水 总统亲自为第二艘塔江军舰命名 陀江级巡防舰后续量产型 第一艘今天正式下水 可以看到它的船型比较大 而且扩大到700吨之多 上面不仅可以装上熊二熊三飞弹 甚至连海弓三都可以装上去 雄风飞弹再加上海舰二 未来增加海攻三 加上超过30节的海上高速航行 让塔江军舰成了台版新一代 火力与速度兼具的强大军舰 后续舰第一阶段制造三艘 未来持续量产 而在塔江舰旁的就是海军新战力 快速步雷艇 海上投放水雷 在敌军航道形成重重阻碍 阻撤中国量器部队企图上岸 快速步雷艇第一批四艘 2021年全速交舰完毕 那么今天的两艘舰艇 都是具有高速的机动性 其中陀江舰深过国际的认同 快速步雷艇 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海域港口等作单地点的 布置水雷的任务 由中科院所研发的自动步雷系统 更是世界级最先进的高效能装备 国舰国造进入后续生产阶段 总统亲自主持接舰与下岁 未来打造新一代国军海上战力 捍卫台湾海江 三日新闻格子纲 陈安豪 宜兰超马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